好 非常感謝政委今天跟您見面 特別我知道政委在科技執行方面 然後現在引進政府數位置治理 讓整個政府其實說變得有效率 而且民意能夠跟政府施政接軌 我一直期待未來是一個群民政府 所以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一直希望說政府是原人 而且是開放 而且是能夠跟人民來做主的也有政府 所以我看到政府在推動一些事情 那我很感動 就是說這個開放政府 那我也瞭解現在中央政府 其實已經在你們的努力之下 已經有一個要點 然後也實際上在你們這些推動 這個對政府未來要留意人民的意志 來做對的事情是很重要 那我看地方政府台北市跟台南市也開始要動 可惜像我們這個離台北很近的 我們一直希望說能夠跟國際接軌 那也希望說能夠衝照人民跟他的福祉 在宜蘭縣來講 我們可能要政委跟我們提供協助 那比如說我們過去陳電燃 37年前當縣長的時候 就提出觀光跟環保力線 那由縣長的時候就提出文化跟資訊力線 當時喔 25年前就已經提出資訊力線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當時有個叫北城社區 它是前國第一個社區執行化的一個典範 那這樣一直下來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政委可以應用的工具越來越多 那創新跟發展是要同時併進的 我也覺得說未來越南線的發展關鍵就在創新 所以我一直期待說 我們也已經雪山隧道通車到現在有12年了 我們發現到通車之後呢 兩邊喔 就是說雪山隧道南北端呢 每天上下往返上班的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的年輕人低心 就業不容易 那也造成我們很大的一個在利用上困擾 就是說人民期待說能夠在地就業 人民期待說能夠創造這個安居樂業的環境 那我們現在政府需要發展新的方向 尤其是越南線 我們經過這樣的一個 25年來我們需要重新定位它 那這個定位跟方向呢 我會經過一年多的跟公共論壇 跟200多場的一個作談會議 我們今天找出來 就是我未來越南線要發展運動 跟生活 這些兩個立線的目標 也就是透過我的 讓這些進步的行政 讓越南線能夠活力起來 脫胎換股 我想我很敬佩的 張總某台積電的創辦主 他還講過一句話 他說台積電的生存之道 就是創新的發展 所以我今天也就這個機會 要請教一下 到底我們現在開放政府 這個部分 如何來發展 其實我入閣大概兩年了嘛 我進來之後 接了第一個開放政府的案子 就是電子經濟巡收的權益保障 那那個時候委員好像也有關注這件事情 對 電競 對 那當時 其實這是跨黨派嘛 包含這個 就是高路移用委員 或者是陳茂青委員 林長佐委員 這些委員們 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在當時教育部的想法裡面 電競可能沒有動到身體 不能叫體育 那所以他覺得可能是一種文化 那文化部可能覺得說 圍棋那是傳統文化嘛 那這種新的文化 他們比較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可能是經濟部 那經濟部說 我們是發展產業啊 那選手跟我們不一定有關係 所以 這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懸案 那我們當時 透過開放政府的方式 就是我們透過公聽會 然後實際邀選手來 把選手碰到的每一個問題 教育的 兵役的所有問題 分門別類 去做出一個盤點 做出盤點之後呢 我們把整個討論的過程 去讓網友 給出意見來 也就是說 我們不是先設定一個方向 然後請網友給我們背書 我們是先把問題 非常清楚的 看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問說 有沒有什麼想法 所以當時他就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好不像有朋友說 那你不是體力運動 你可以是智力運動 像橋排 就是智力運動 所以其實電競雖然不是體育 它可以是一種運動 又或像說 也有網友提出說 像圍棋 圍棋現在很多都是在網路上面下了 所以其實圍棋已經變成一種電競 而且電腦下的比原好了 所以呢 這個文化部都已經在幫圍棋這種電競了 別的電競也應該平權看待之類 所以網友的創意啊 我覺得是無窮的 那我們這邊要注意的事情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確保網友提出這些時候 他可能有些酸嘛 有些情緒性的文字 我們不要太去在意 就只把有建設性的部分 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到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說會炒的朋友 不是要給他躺吃 是要邀到廚房 所以這些網友真的有建設性 他連續提出過幾次 或他連署到達五千人的話 我們實際邀來面對面的去溝通 但面對面不是只溝通給他一個人 而是溝通的這個過程 全部都公開在網路上 這樣子當初關心的這幾千個人 忽然就變成了 我們的政策推行的一個助力 而不是阻力 因為大家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一定是因為他們想要改進嘛 所以你就是邀大家進來這個廚房 一起改進 那在以前呢 公務員都會覺得這樣會加班啊 會很累啊 會辦論壇嘛 公聽會啊 這個麥克風 這個 你要一百個人都講到話 兩天就過去啦 那現在我們都有很多手機的方式 快速讓大家可以同時輸入 然後同時凝聚意見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今天早上才有記者問說 這個跟委員們就是代議士啊 會不會好像搶了立法會員的工作 但我覺得是不會 因為立法委員如果更知道 大家的共同的經驗 跟共同的感受 那其實立法品質是會提高 像後來運產條例 其實我們就很成功的修法通過嘛 各黨都沒有什麼阻力這樣 對 我很高興呢 第一屆全國的邊境比賽就在伊蘭縣 是這樣 對 就在我們中興文創 連續來起班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說 如何把這些產業變成有產值的 對地方創生有幫忙的一種產業 我想現在其實已經防禦世界已經全世界了 那真的我們也要好好營養科技 科技可以帶來我們很大的效力 那剛剛有些林立代表可能沒有體會到 但是我辦公室的年輕人 都是年輕人 我的助理都非常年輕 是是是 他們都覺得電競是一種運動 他們都覺得說運動是一種產業 是是是是 所以我們在伊蘭我們在推動運動 立線這個方向是是經過討論的 那我特別舉個例子說 我們東山河的廠今年都 這場都辦馬拉松 對 實在 那我們的棉花舞全國的鐵人三項比賽 現在已經辦了十一年了 每一年台北科技大學體研究所 他們算出來有兩億的經濟效應 那所以伊蘭縣呢 我就想到說怎麼樣讓我們年輕人 透過這樣的一個這個政策 或者是這樣的平台 那一方面讓他們參與 後面能夠解決他們的困難 後面能夠讓他們發揮他們的創意 能夠給他們帶來一個新的一個出入 一個創業的思考 那我覺得這個是是政府可以做的 那剛好就是說我們伊蘭縣 就是說從沉甸來游西坤 我們就是很重視國際化 所以我一直期待說 因為 科技大概是最好國際化的工具 那 那未來伊蘭縣總會用在各種產業跟國際接軌 然後運用我們的科技 來發展我們的產業 讓我們的年輕人能夠 一定待在家鄉 不用出國去拍片 很辛苦 富美能夠照顧 因為我們現在老人化 跟少子化的問題在以來其實蠻嚴重的 所以 所以後面我想請教你 就是說 如何 這個開放政府 能夠對我們年輕人 能夠幫助 其實年輕人 像這個18歲左右的年輕人吧 你如果讓他覺得說他能夠參與地方的政治 他真的能夠做出共同的決定 好比像說透過參與式預算 現在很多參與式預算 都是讓18歲的朋友就可以參加 那當然全國性的也有公投了 那這個我們都已經下修到18歲就可以參加了 所以選人的 當然現在目前因為憲法的限制 可能還是20歲 但是呢選市的 選事情的 做預算的分配的 這些我們都可以下修 18歲 甚至16歲 國外都有例子 所以你越早讓他們去參加 這樣子一種在地的政治的工作 他們就越不會覺得說 那他大學念完他就去別的地方了 因為他在年輕的時候 越能夠參與他的地方有哪些建設 他會覺得說 這個公園當初是我的主意 是我蓋出來的 這座橋當時有把我的想法納入進去 這個設計當初是我來幫忙做空間設計 或視覺設計 那一磚一瓦 其實都是他會認同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叫傳承嘛 傳承的意思就是說 你透過這個參與 你把老一輩的這個故事 老一輩的記憶 也能夠留一些在自己身上 那這樣子的話 就算他真的出去工作一陣子 他回來的時候是帶一團人回來 所以就是人才有對流 就不會只有外流的問題 但如果在他年輕的時候 16歲18歲的時候 你沒有讓他有正式參與的空間的話 那等到他20歲22歲他已經在外地了 他說不定覺得那邊他才能參與啊 那這個時候他就不一定會回來 也不一定會那麼深的 有對在地那個傳承那個文化 有這種感情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年輕人是外國的 但是他們因為喜歡衝浪 或者是因為喜歡登山 因為喜歡什麼 因為他就覺得台灣很不錯 那所以我們像最近這個內政部長才宣布嘛 我們以後這個外國的朋友們 他們的那個拘留證號 以前都是英文字嘛 ACAD什麼嘛 現在要變成跟我們身份證一樣 是用數字了 A8 A9啊 那這個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平權的一個待遇 不會說訂電影票啊 或者用中文訂台帖啊 就因為那個身份證號的字馬不一樣 然後就被剝奪了很多權益 所以我覺得讓大家有種冰之如歸的感覺 就是你不管是從哪個文化來 你來台灣 我們就是你只要認同這個民主的價值 我們也讓你參與 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很多 好比像說我們公共政策的網路連署啊 或者參與平台 我們都在考慮說 欸也許你居住到一個程度 那你就可以開始參與這邊的公共政策 對 剛剛政委提到說 這個衝浪 我最近在寫衝浪 是是這樣嗎 宜蘭也是有衝浪 我們宜蘭還有飛行傘 其實我們宜蘭的划船 過去有那個世界名叫划船世界賽 我們的龍舟賽 我們很多單項可以在宜蘭來做運動 那其實我剛才在交談一下過程 我這次有提早一個觀念 就說要讓年輕人 由他們來鄰居他們未來的創業的模式 我一年變五百萬 交給他們年輕人這樣的一個精銳 讓他們去思考這些模式 這也就是一種參與實語 那每年提議的一個預算 協助一個人一百萬 然後這個免導證人 只要經過 計畫經過大家討論過 那我們就一百萬億 一種獎勵的一個 獎勵的一個投資 所以這個都是協助年輕人 但是年輕人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說他們怎麼要發揮創意 所以創意其實是要 全部要了臨極大 一個人也許很多面向沒想到 因為落實到時機的時候 就是要面對很多的問題 所以政府應該是說 在這個面向方面 提供多面向的一個思考 協助他們 而不是主導他們要做什麼 沒錯 我們現在甚至在大學的階段 透過像大學社會責任 這些高教生根 這些計畫他的創業 他的創意 甚至當他是大學的時候 他就可以開始提出來 甚至明年新課剛開始 他在高中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校定必修 校定選修 去跟社區去結合 這樣有個好處 就是說家長會覺得 這是還是在學習 所以就算他創業失敗 那個不叫失敗 那個叫做學習 叫做實驗 所以我是覺得說 把年齡不斷的往下修 讓大家覺得說 我18歲 19歲 甚至17歲 就可以對地方的社會跟產業 去創造一種社會創新 這個是很重要 那我們 其實我覺得地方 為什麼像台南 他們弄了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的這個制度 就是因為其實年輕人的創意 不一定都是跟法規相符合的 有時候因為法規制定的時候 或地方一些條例制定的時候 他沒有想像到這種新的用法 所以說呢 就會打住年輕人創業的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時候 社會創新來帶領法規創新 是很重要 就是說 有些根本不是中央的 他就是地方一些自治條例 他就是應該修了 那就是有人提出想法說 你用透過公開討論 這樣也沒有圖利的問題 然後就趕快把它修定掉 這個是非常重要 真的剛剛提到說 這個參與 對 從小就讓他們有參與 做主 其實我兩個小孩 過去我 我常常跟他們講說 你能夠決定的話 就你決定 尊重你的決定 那我現在對幼教我提出三個 快樂環境 快樂教育 我提出快樂參與 那他們選擇他們的意志的那個遊戲 他們去投票選擇說 他們要的 童龍節禮品 我就已經提到這裡 這個已經提出來了 我是說 我們未來其實就說 我們的公民素養也好 然後公民參與也好 甚至我們要協議 當國家的主要 對啊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包含他們的這個公園遊樂場 共榮式的這些遊樂場 都可以是參與的標的 因為以來一個消威國下 我幫他申請 一百多萬的預算而已 他們就自己去選擇他們的那個 學校裡面的意志的 遊戲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形態的那個 他們自己去投票 後來他們就很喜歡 我說 其實 剛剛講的 真的要讓參與 現在的政府一定要讓人民參與 我覺得就是說 讓人民參與也可以減少一些寬縮 其實政府其實我們現在當民地代表 我們自己 因為台灣人在灌縮 是 那政府大概更討厭在關說 但是我們民眾是不是可以 透過一個機制 對 讓所有人都說 我不必透過關說 我一定要一個程度 政府就要 不得不重視我的問題 沒錯 不得不來解決我的問題 是的 如果有這樣的機制的話 我相信 大家都 民意代表別困擾 然後政府 忍得也不用困擾 像台南台北 剛剛您也提到 他已經有一個提案的一個門檻 所以大家到了 一定的人數的時候 那我們就保證說 這裡面的人 裡面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大家就是我們公開瞧事情 不是私下瞧事情 就是說你把各個不同的方面的人 都要到同一個場合 然後呢 確保說大家是把手上好像拼拼圖一樣 大家有不同的立場沒有關係 把這個講清楚 那這有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的政府的角色 就從以前好像是你不同的局處 好像拔河嘛 然後市長好像要在中間做最後的決定嘛 它可以變成一個空間 就是每一個局處 它把適合的厲害關係帶進來 大家經過充分討論之後 其實在這個裡面 市政府團隊的專業才會被看到 因為以前專業的文官 它是對外是看不到的 它都是當做好像幕僚一樣的角色 但是在參與室預算 我剛剛講的這種協作會議上面 實際上民間有一些揣測 一些想法的時候 出來直接解釋的 就是第一線的科長啊 甚至承辦啊 那這個時候人民就會發現說 他們是很專業 而且真的很為人民著想 那因為以前都只能透過公文往返 大家寫的都是那種八股文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能夠面對面 我覺得自己這樣做 所以未來的開放政府 就是要專責單位 專責機構 就是我們在每一個局處 在每一個局處都有一個人 去幫忙說 好像國會聯絡人 就是每個部會嘛 都會跟立法委員 有一個國會聯絡人嘛 那新聞聯絡人是說對媒體嘛 有一個新聞聯絡人 這樣會不會增加人事支出 應該還好 因為我們在中央部會的經驗 這個聯絡人他是一個團 所以他不是說他就只做這件事 有些是國會聯絡人 兼開放政府聯絡人 有些是嚴考體系的 或者中規體系的 來兼開放政府聯絡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要有這個新聞啊 傳播啊 溝通啊 的這樣一個背景 但是在以前 我們新聞傳播的背景 都是往外 但是呢 其實開放政府聯絡人是相反的 他是往內是聽 不是說你口才很好 是說你聽的能力很好 對 所以當然如果本來有說的這個能力 有部會新傳發言人的這個能力 當然很不錯 但是他就是要受額外的訓練 讓他不是只用講的 是要用聽的 但是這個人還是可以同一個人 所以其實就是未來 我們剛開始談到公司制裏 對 我們現在數位制裏要來加入政府 對 變成一個開放的政府 對 那這個概念啊 其實應該就是說 政府部門有哪些地方要注目 在開始推動的時候 是 我們現在在國發會 剛剛頒布一個叫做 政府 數位 服務 準則 就是 我們在做所有的數位服務 從報稅軟體的系統 到如果地方政府的話 當然有很多 護證 抑證 設證等等這些系統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在規劃系統的時候 不要急著找一個系統整合商 然後就說 我們這未來四年就交給你 因為以前大家都很習慣這樣子 我們是說 我們在這個前面 要掀開設計跟規劃的標案 這個設計跟規劃的標案 不需要很多 可能不到一百萬 但是呢 它的重點是 就是去聽使用者的需求 還不像你要規劃一個設證 衛證或什麼的系統 就是去看第一線的社工 他們目前的流程是什麼 他們是不是要重複填報一些表單 他們是不是要 忙著什麼管考要加班 他們的行政上 哪些可以減量的 先去把這些搞懂 這些都弄清楚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第一線的使用者 如果你說是市民 你幫他節省一小時的時間 有時候常常是拿公務員加班 一小時去換 那這樣就不能長久了 因為我們公務人力 並沒有變多嘛 替代意義也沒有了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要有一些方法 去讓兩邊都省時間 而不是消耗公務員的時間 來省市民的時間 那這樣子設計 透過服務設計啊 這些體驗設計的能力 也不需要很多錢 也不需要很久 可能三四個月 我們就先把大家需求 盤點完 之後再拿這個去做規劃 規劃完之後試行 小規模試行完之後 我們才真的去請系統前 整個廠商去建制 不然以前都是建制完 三年啟用 大家才發現不好用 那這樣其實反而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這種把人民的參與 放到最前面 而不是在最後面 而且這個人民就包含第一線公務員 這個就是我想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這個這樣子也會協助政府做對的決策 對 就不會一直做好像反應很快 但是事實上 可能都是比較治標的一些系統 對 那如果年輕人的話 他們要創業 他本身在他個人 我們剛剛講是政府嘛 個人的話 有沒有辦法怎麼樣協助他們 做這方面的一個 使用這樣的一個自信的工序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專門做 我們叫做社會創新實驗的 這樣一個平台 那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就叫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當時有上百個社會創新的 各個團體 一起去集思廣益做出這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跟一般 我們所謂的政府run的這種 什麼育成中心 什麼不一樣呢 是這個空間它的邏輯 它的營運 是大家一起決定的 所以好比像說當時 大家說要開到半夜11點 很少有政府的空間開到半夜11點 可是呢 其實開到這麼晚 大家才有這個活動 才能夠彼此交錯 那有咖啡廳 有廚房 甚至有廚師 然後讓大家吃的東西 感覺很好 然後他們是希望說政委 就是我啊 每個禮拜三 就好像今天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我都在這邊 這邊等於是我的辦公室 那任何人就是來者不拒 就是包含委員 當然任何人來 只要願意公開 我們就是直接開始討論 創新的事情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是事務官 其實青年跟他來提 一個創新的想法 說不定事務官聽得懂 可是他也會覺得說 我要老闆的這個政治資源 我要說服了局處長之類 但是如果有一種 就是讓首長 市長或副市長這個等級 或像政委嘛 相當矚密這個等級 他可以定期的 不一定每個禮拜 可能是每兩個禮拜 每個月 他就真的是到一個地方 然後聽年輕人的新的想法 可行的馬上就可以去鬆綁 去讓他實作 我覺得這個對年輕人的 那個士氣的鼓舞啊 是什麼都比不上的 因為其他的年輕人 就會看到說 他的想法 一聽到馬上就變成政策了 那這件事情 其實就會鼓勵其他年輕人 這樣 那個正委員 因為在宜蘭 對 我們目前就是一個 新竹科學園區的宜蘭基地 那這個基地其實很可惜 就是說 那麼多年了 這個 開去 說去開玩笑的話 送便單都不可以送去那邊 因為太少人在那邊 那我們又要維持 希望那邊能夠發展 創造這個機會 所以未來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 政委所了解 事而一 那麼好山好水 好的環境 吸引年輕人來 就業 然後創業 對 那我們這麼好的基地 對 有沒有哪方面跟協助 我們進這些招商引資 一起來 宜蘭發展 我上次去宜蘭 跟就是應該是資訊局吧 參加一個活動的時候 有聽到就是 好比像說做一些機械標準檢驗 等等的一些公司嘛 已經有進駐的這個想法 我想機密機械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題目 因為我們在未來 所謂的智慧極限 就是把人的那個工作的流程 我們在社會工作上面 有個專門的詞叫自在 就是職務流程在設計 這個以前是說 身心障礙的朋友嘛 你可能以前一個人 你可以做的一個產線 你可以把它切成 身心障礙的朋友 適合進來 一站一站做的產線 但我們現在有AI AI其實也是一種 不同身心狀況的朋友 它適合去處理那種 高度重複性 輸入固定 輸出固定 任何人來只有速度的差別 沒有個人生命經驗的差別 的這種比較榮的工作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去培養 就是在地的朋友們 去進行這個職務流程 在設計的工作 去引進智慧機械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那第二個是說 其實我們接下來 就是會有5G的這個 新的一個叫做通訊環境嘛 5G的新的頻譜 那5G它的特色 比起我們現在手機用的這個4G 它有三個特色 一個是說它這個中間就是 它跟我們現在如果視訊 從你講一句話或眼神啊 看一個地方 到我收到 中間會稍微延遲一下下 所以就沒有像我們現在 面對面講話那麼自然 但是5G的時候呢 這個是幾乎沒有延遲的 會非常非常自然 這是一件事 第二個是說 它的那個品質會很高 像我們用Skype啊 看起來是一格一格的嘛 有沒有 但5G的話呢 看起來就好像一個人 坐在你前面 但這也是非常重要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像多方視訊通話 大概10個人 20個人就極限了 4G的時候 但是5G的時候呢 你1萬個人 大概都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去通話 那你結合這三個特性 我們就可以想到說 其實你在當地辦的 好像說剛剛講的 大型的這個活動啊 表演啊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看的人 就不一定要在當地 他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別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展演文化輸出的這個效果 就會比以前要來的大 那你要能夠達到這樣子一種 就是讓大家身歷其境 許許如生 的這樣子一種教材 教法 在教育上的應用 或者是在觀光上的應用 或者是剛剛在講這個 文化上面的應用 這些都需要我們投入 我們所謂的數位內容 這樣子的一種人才 那這個當然高雄是 有一個體感園區 他們才剛開幕 COSMOS 但是我覺得說任何就是 你有好比像說海洋 或者是說有這種需要大量的 這個身體動作 然後讓人身歷其境的 未來說不定帶個VR啊 你就可以先體會到 那先體會到這邊很不錯之後 你就可以促進觀光 等於他來之前 他先體會過一次 但是他體會過覺得 欸這邊真的不一樣 然後他就會願意過來 所以就是說 讓還沒有來過衝浪的人 你就先體驗衝浪的感覺 那這個東西數位內容產業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那如果5G的運用 就是我們現在也在找這種 所謂實驗頻步 就是說任何人有一種 新的想法的時候 那NCC現在已經有一個 叫做實驗的一個概念 它可以先讓你畫一塊區域 在裡面不管無人機 無人車 或剛剛講到這種VRAR 先去做應用 先不是全國做 先只有一個地方做 那這個也是很值得申請 剛剛講到無人機 最近我們跟李時光 有時候前經濟部長 那這個議題 因為依然 現在那個科學員區 依然以前就是 依然機場 略是這方面的產業 我真的要拜託政委 幫我們 因為依然 就是好山好水 我想任何科技的 那個新櫃怎麼樣 或者是文創圓花的人 一定會喜歡依然的環境 依然又離台北那麼近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的科學員區 能夠發揮他們效益 一方面政府 我們會積極來招商 那一方面也希望說 在適合宜蘭縣的我們找對方向 而且有未來性的產業 也能夠提升我們的未來跟國際結合 是啊 像無人載具的載貨 或者是無人載具的 甚至無人船 現在都是相當熱門的一些主題 那其實以前台灣因為近海令的關係 所以就是 老一輩的朋友們對於海洋的想像 可能比較少 但是年輕一輩 現在對海洋 就是好像島上的人突然 重新變成海上的人 那這樣我們在海洋的這個 生物多樣性資源 以及海上運動等等這些方面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投入這種數位文化的這個內容 去結合這個海洋的經驗 所以我也是期待說 未來就是說 宜蘭 一方面保持我們好山好水 好的環境 好的人情味 那一方面就是說 真的是要解決我們經濟發展的問題 跟交通的問題 那其實科技跟資訊 就是可以這樣 比如說我們現在交通 然後我們就是 全國第一個智慧的一個系統 系統在宜蘭建設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這些會開發的這些 不管是我們的蘇澳港 自由貿易港區 或者是我們祖克的宜蘭基地 這些土地的活化應用 其實我們要好好規劃的話 如果有好的方向 好的idea 進來我們這個宜蘭 我們可以創造很年輕的很多就業的機會 對 一個就是當做它的實驗園區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所謂網路取代馬路 因為如果你的工作 都可以透過網路去完成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塞車也不是問題嘛 對 對 另外就是說 我想說 只要跟政委說 政府其實 要做事情很多 那 如果能夠達到 讓民眾有感 有感 因為現在政治 政府有時候做一些 就是說年輕人覺得很奇怪 我要創業 你沒有輔導我 你右下子要檢查我的 勞動條件 就 這個 勞動學 或者你稅間有問題 你環保有問題 就是政府 他們每天就覺得說 我應付你政府 我就花很多時間了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想說 聽聽政委提供一點 如果 我們政府 很多提供 怎麼樣協助的角色 而不是 給人家當作 絆腳師主要的角色 這個我覺得 應該好好的 去做盤點 有一套 比較好的一個機制 對 我這邊介紹一個概念 我們有一個 單一入口的一個網站 它是全國都適用的 它叫做 創新法規沙盒 sandbox.org.台灣 而且它是雙語的 因為我們剛剛是說 要對這個 國外來的朋友 也要這個友善 創新法規沙盒 創新法規沙盒 那這個是做什麼的呢 這個非常簡單 就是任何時候 當你覺得 你被這個 政府的法規 命令擋住了 那包含 像你看 這邊都是非常 基本的啊 這個 工程平台啊 分擔成本費用 到底算不算是 租賃車啊 3D列印扶居客製化 到底算不算 衣材的製造啊 那或者 或者電子煙的定性啊 或者是說 這個 哪些東西 算不算這個 旅館業啊 會員制的住宿空間 算不算旅館業啊 或者是 剩餘食物資訊的 軟體設計 就是大家吃了 不想浪費 到底要不要負 食安上面的檢查責任呢 你看 每一個你後面 都可以想像是一個 年輕人的團隊 他正在想要創業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 到底法規 會不會有一天 把它擋住 所以這邊上百個例子 每一個都有編號喔 我們很多都是說 年輕人這樣子提出來 他比如說 他家有私人的車位 他就想要租出去 可是只有他上學 上班的時候租 所以他每天也租不到八小時 所以看望政府要有這些 這些東西給他們了解 沒錯 他們就看資料都很清楚 對 然後他只要一來 我們大家經過公開的討論 真的沒有問題之後 忽然之間法規就鬆綁了 然後呢 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法規是因為我的關係 因為我參與 所以才鬆綁的 那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是政府 單方面的去鬆綁 大家根本不知道 我們就算是貼到公布欄 大家不一定看 但是這個都是由社會創新 去帶領法規創新 所以這個一鬆綁了 他們就會奔走相告 就會去告訴所有的朋友說 因為我的關係 所以參與還是最重要 但是參與之後 就是要一個公開的方式 讓他能夠去引述說 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法規因此有了鬆綁 那這個我想 地方政府也是要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當然委員 就是如果動到法律的話 我們還是要送到立法院 但這個是行政命令 跟韓式的階段 我們可以快速用下方式來解決 我們現在其實很多行政命令 其實攸關人民的潛意義務 都必須法令定制 我們現在政府就是 調命的就是說 訂了很多行政命令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那其實都是限制人民的發展 而且是母法所無之限制 就是那個母法其實沒有這樣限制 對 其實那個攸關人民的潛意義務 不應該用行政命令 沒錯 這個是我們政府的問題 所以以前 我們不敢鬆綁的原因 很多是因為 就像您剛剛說的 是有點官說嘛 所以大家都怕途離嘛 就不會鬆綁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是公開巧事情 就是說大家提了 有共同的想法的人 大家聚在一起 有疑慮的人也聚在一起 大家談完沒事了 我們馬上就公告 所以因為這樣關係 大家就沒有 圖離關說的疑慮 那如果有不同想法的朋友 我們還可以滾動式修正 所以這個沙盒 sandbox的概念 真的很適合在地方去追行 那依然 依然說 年輕人 現在就是很苦惱 我說 我應該做什麼 哪些事情 我要做哪些事情 對 我有興趣的 又不是我讀的 因為大概 我們都經過那個時間 好像學校讀的 出來後面用不到 或者我出來以後 跟學校學的 一點相關都沒關係 我不是讀到國一 對 那個問題 那我們其實讀過 就被僵化掉了 知識會捆綁 有時候會捆綁你自己 不曉得 好像我讀生理系 就應該從事生理的工作 也不一定 那其實那個是一個養成 不過現在的教育 其實說說 談到教育 其實要及早讓 就是說 受教的 小孩子 還有自發的興趣 自發的興趣 而且要尊重 尊重每個生命各種 去發展 那政府只能說 或者說 在一個體制內協助 那我們希望說 未來的這個公民 能夠變成 是主人 那由政府來服務主任 對 而不是政府來 建議主任的 所以有潛意 對 我覺得這個要思考 重新思考 所以我比較 新的想法 我說 縣長不是以前的 這個 這個什麼 縣老爺 大家長 現在縣長 其實就是 企業的CEO 他怎麼 經營管理 或者他怎麼樣 創造這個區塊的 這個 人民的福祉 或者解決 人民的共同 因為這個角色來扮演 所以我也想說 未來這個 一定要引用這個 數位的治理 來創造一個 連冷 開放的政府 那這個是我的期待 我想 我今天非常高興 跟政府 談到這些 是 所以說 跟我的想像 這個我覺得 我們要學習 一定會真的很多 就是說 已經有多 人民都有這種概念 但是政府為什麼 特別是 您剛剛提到教育 在實驗教育界 其實這些都已經是常識了 那我們透過明年 要上路的新的 國民教育的課綱 我們把實驗教育界的 一些前輩的一些經驗 放到我們的國民教育 我們從國一 從小一 從高一 開始去培養 大家有自己的興趣 那高教的部分 學位授語法 我們很快也會修訂 所以 以後大家也不是說 什麼學系念個四年 你可以念個兩年 拿個副學師學位之後 就去應用 應用完就是你轉到別的系 甚至轉到大學系統裡面 別的大學 甚至透過網路 遠距上課 這些加起來 都可以變成一個學位 甚至做出一個 社會上的一個參與的行動 花了六年 花了八年 真的做到了一個社會改變之後 那個就直接賭博士了 你也不用再多說說實 所以所有這些彈性 我們現在就是在 立法的這個層級把它鬆開 但是實際上 我們實驗教育 跟各地大學的社會責任 跟國民教育怎麼接軌 我想這個就是地方的 每一個學校的課發會 跟縣政府要來想的事情 那也很感謝這個委員 這個一向在立法院都很支持 這樣子一些改革 那麼請政委談一下 這個是人家問我的問題 如果協助我們的青年來創業或是就業 對 我想 對 我想我們之前講輕創 其實大家往往會有一個比較窄的想像 好像創業團隊裡面全部都是年輕人 但是我來這邊之後 我就把這邊的青創基地 改名叫新創基地 然後把青創原夢王 也改名叫新創原夢王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會成功的創業 都是我們叫輕盈共創 就是說你是跨世代的 它文化上有傳承 但是它的思維也有新的思維 如果你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話 好比像說你如果做的是關於 像我們這邊的一些視覺設計啊 很多都是喜憨而做的 你也要讓這個實際第一線 跟它工作的這些社會工作者 也要參與 家長也要參與 也就是說青年人跟影法組 跟實際的厲害關係人 加在一起組成一個創業團隊 這樣才會成功 如果只是一群年輕人就覺得說 我們看到社會不公益 我們覺得什麼方法一定可以解決 它沒有這個傳承的話 不容易成功 所以輕盈共創 我想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在挑題目的時候 要挑一些長輩跟小一輩 都是新的看到的題目 我們剛剛講的每一個 無人機啊 VR啊 大家在路上抓寶可夢啊 這個都是晚輩跟長輩都沒有過的經驗 這是全新的東西 因為你如果挑一個東西是一邊太懂的 它就會有一個好像高傲的那種感覺 覺得說啊這個我經驗豐富啊 這個走過的橋壁 走過的路還多啊 那或者說 如果是年輕一輩太懂的 它就會覺得說 都要按照它的做法來 老一輩都是錯的 但是如果你找的題目是對兩邊都是新的 這樣子創意就可以發生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結合跨世代的經驗 跟真的有解決社會跟環境問題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所謂永續發展目標 這是七項 我們在這十七項 一百六十九個細項目標裡面去找題目 這些題目幾乎保證 都是可以是跨世代接合這些力量 那如果說我們依然的年輕人 就是說就業創意上很困擾 我們現在中央政府 我是在地方嘛 中央政府已經有怎麼樣準備 對嘛 有我們新創基地嘛 都可以 當然是可以諮詢 甚至禮拜三就來找我 我都在這邊啊 就是隨時都可以聊天啊 對 那我們接下來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也會複製到這個全台灣 只要有願意活化的空間 願意讓在地的社創的社群 自己來決定空間的使用方式 不是由上而下到五點就關門的那種 是大家一起來經營的 那這樣我們社會創新實驗就可以擴散到全台灣 當初這邊開幕的時候 也只是一個類似示範起見點的概念 當時賴清德院長有說 其實他覺得社會創新 或者看到社會問題來解決 一定不是在台北 一定是在勸台灣的各地 但是我們這邊可以先做一個SOP出來 那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複製 像現在台中已經有三個了 對 好 我們藝人要加油 謝謝我也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